但是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很多很多次上圣灵感动很强的 很强的,有一次我为一个小孩祷告 然后我要按手为他祷告,圣灵我讲,不要不要祷告 不要祷告,那要做什么? 他说你吐口水,这样,这样,我要这样做 我去摸在他的眼睛上,已经就打开了 我跟圣灵同龙到一个程度,我已经不在怀疑圣灵的孩子 他呢,我没有在槟城坐,没有在马车坐,因为我还是要槟城不用者 因为人的自害,生病啊,贪生啊,生病啊,找医院啊,找跟他们故乡,被医治医治了 所以我很少看到神奇,有一次啊,有一个中肺癌的cancer,他正式是肺癌 然后我就要为他那个肺的祷告,按手为他那个肺的祷告 然后圣灵他说,你不要为他祷告,这个不是病,这个是魔鬼的症状 好了,我就说,好,我就,那你要这样做,你向他肺捶上下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很大的信心,如果你不确认上帝的大影的感动 你应该会很危险,但是我相信圣灵的感动,我完全信任圣灵的大影 我就是在他的这个废废铺 垂了山下 我先说明他 我现在要做一个很疯狂的事情 但是不是我要做 是圣灵要做的 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做 垂山下下去 没有事情罢了 我也怕他有事情罢了 不是好 是可能倒掉死掉 然后我就说好了 你回去 你去找你的医生 再找一次S1 看你的肺部的情况 回应我 我带在这里 我每次去东方 有一个月 说我胃好 跟他有什么事情 我来承担 他去回去找医生 Jack那个S1 那医生说 这么奇怪 你明明有肺癌的人 为什么你的肺部 好想新的药 完全离点 事情 还做成功了 我今天要跟你讲这些东西不是说要跟你讲 那个牧师特别 我不是 我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很普通一个牧师 但是我愿意来上去来动工 今天我又回到这个牧师给你 上帝把这个权并给你 上帝把这个钥匙给你 你有权去打开 你有权去困满 你不要做一个孤独的人 你有这个能力 奉一处的人 如果你有能力 有这个钥匙 你却在家 你按Costro 你在家里 闲坐 然后你看到能力的场景 然后你不会看到能力的 化身在你身上